謝謝劉老師 我想說 劉老師對於食安跟新加坡人 對台灣小吃產業的看法 可以上香港平台的劉老師文章去好好讀一下 那我現在相信小英董事長來對劉老師所講的 他自己的小吃 對小吃的影響 小吃的回憶 以及對整個食安問題董事長自己的看法 歡迎小英董事長 這個客鄉 本來要加一個胸 後來看起來比我年輕很多 客鄉剛剛講的事情 我想也是臺灣民眾在這段時間以來 非常關鍵的事情 臺灣社會有一種文化 就是每一次發生事情 大家就開始罵政府 雖然我們也是在野黨的議員 可是我們也是一樣罵政府 但是政府我必須講 有的政府是比較不好 有的政府是比較好 不管是比較好的政府 還是比較不好的政府 在食安這個問題上面 如果沒有形成一個食安的文化 政府再投入更多更多的資源 在法律的執行 檢查 檢驗 其實它都是有限的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最根本的 在面對食安問題的時候 最重要的就是說 臺灣要養成一個對食品安全 尊重的文化 就是最重要的 這個文化的養成要從哪裡開始 其實剛才柯鄉中講的 有小人物也有大企業的故事 我其實在這段時間 我在臺灣很多地方都走過 也有很多新型態的農業生產者也好 經營者也好 其實他們都是屬於比較年輕的世代 而且他們也肆主想去改變 現在我們農業生產的方式 甚至是加工的方式 來確保我們整個生產的過程中 我們把這個有害故事交到最低 剛才您講的一個小故事 我剛好這幾天也碰到了一個小農 我教他小農 倒不是因為他的工作年紀很小 而是他年紀很輕 這個小朋友大概只有25 、6 歲 他在雲林的農國這個地方 我們有一個交談 他說他現在想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他想要告訴他的那塊田 附近的這些比較年紀大的生產者 說我們一起來把我們現在生產的方式 從用化修肥料到民族的生產 有一天我們會走向一個有機的生產模式 這種無毒或者是有機的生產模式 其實不是個人可以做出來 如果說你有一大片的耕地 都是有機生產過無毒的 可是中間就好像夾了一塊別人的土地 它還是照傳統的耕種 那你的有機就是沒有效的 所以它必須是一個一定的規模底下 那要有一定人加入 會有才有這個可能性 所以這個小朋友告訴我 顯然他是受現代教育的小朋友 他說這些比較年紀大的農夫朋友 他們覺得他們有他們生產的慣性 他們覺得說 我為什麼要替一個小朋友來教我的中文 所以對於這個小朋友來講 他就變成一個很大的挑戰 他有現代的知識 他覺得他要有一個無毒的生產 甚至一道有機的生產 那他要怎麼說服這些老人家們 這就是我們的小朋友 會有一個大的一個挑戰 但是我在雲林另外一個比較大型的 這種蔬果的生產系統 這個是譬如臺灣非常有的系統 你現在看到有些蔬菜商品 它有一些電腦的代碼 你把它用手機去照出來 它就可以告訴你 它生產的是誰 它是誰的生產 這就是雲林大型生產蔬菜的一個球 它才出來的系統 那我覺得很興奮的就是說 它已經集結了 因為它有足夠的財力 因為它是以農會為基金 它有足夠的財力跟它的金融和容量 所以它集結了很多產品的農業生產者 這些都年紀比較大 所以它把每一個生產者所生產的年紀 它全部入檔 入檔了以後 它什麼時候要用多少料 他們就把它用電腦管理好 所以到時候 時間到晚 它就派人專人用 售貨去給這些生產者 教他們怎麼用 所以它整個生產的過程 都是在它部門的情況下 所以它的蔬菜 它上面也打出特別的電腦代碼 你隨時都可以查 是誰生產的 在什麼時候生產的 而它整個用藥的過程 都是經過它監控輔導出來的 這是臺灣正在發售中的一件事情 我也看過在不同的地方 有一對年輕的夫妻 年輕夫妻顯然是在都會中長大 但是他們因為家裡的上一代也從事工作 所以他們也回到農業的地方 我們現在有很多農二代 都屬於這樣的情況 所以這一對夫妻就開始經營 胡蘿蔔的生產 你很難想像胡蘿蔔的生產 可以有這麼多的技術 它也是一個有機的胡蘿蔔生產 所以它也是一樣 他們有一個經營的型態 集結了他們在地很多不同的胡蘿蔔生產者 因為它的規模已經出現 所以它可以去把很多的研發技術 再把它改進 雖然之以我們都看得到 它生產出來的有黑色的胡蘿蔔 胡蘿蔔 我們是沒有看過黑色的胡蘿蔔 但是它真的有很漂亮的黑色的胡蘿蔔 還有白色的胡蘿蔔 不是白胡蘿蔔 是白色的胡蘿蔔 還有橘色的有紅色的胡蘿蔔 但是它都是有機身材 而且是健康的材料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說 我們看到的是 這個文化正在養豬蔔 我也看到了一個 你剛才講的財團 我也有一個故事 有一個大財團 是一個電子業的 非常成功的大亨 有一次碰到他 我問他在幹什麼 他是在養雞生產雞蛋 他告訴我他的雞蛋是什麼樣的雞蛋 他把他的雞蛋給我看 這個雞蛋你把它打開 這個蛋黃可以堅持到說 你差十根牙籤在上面 都可以意義不動 換句話說 這個是經過他生產高科技產品 他的運籌的能力 對他現代的知識 然後放在養雞的事業裡面 你就看到一個現代的雞蛋的產生 所以我覺得台灣是有這個條件 因為台灣的人 基本上都是良好的教育 台灣的工業生產也好 或者是科技生產也好 眼睛進化到一定程度 我們有很多人 他不僅是有科技的資料 他還有運籌籌化的能力 跟經營管理的能力 這個對我們經營現代的能力 其實是很有幫助 所以我們看到了很多小人物的故事 也看到了一個比較大的故事 這些小小的故事 大的故事 累積起來 我們再用一個國家的制度 把他們撐起來 這就是我們要養成的 一個現代的 食品安全的環境 我們有法規 我們也希望政府能夠忠實的 而且是很踏實的 去執行這些法律的要求 但是更重要的要求是說 我們必須要養成這個文化 這個文化的形成 是每一個都要負擔起這個責任的 我們要負擔起這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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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負擔起這個文化